- 乔委会紧张了 乔委会紧张了 竟然还霸凌我的女儿 而且霸凌的整整半年 一个17岁的女孩 为台湾争光 被乔委会在旧金山湾区跟在台湾 联手霸凌 那整我没有关系 我大风大浪都见过 可是 你整我17岁的女儿 你们要付出严重的代价 好 乔委会紧张了 在洛杉矶呢 有很多乔包用尽各种方式给我打气 有人提供买下了半版广告 在世界日报 这一切点点滴滴 我都记在心里 等我恢复自由之身 我能够平反这件事情 不会拖累到各位的时候 我会一个一个致谢 好 这件事情呢 引起了乔委会的紧张 我不知道你在紧张什么 如果今天 中华民国驻旧金山办事处 或中华民国驻美代表 萧美琴 或者是旧金山 这个乔教中心 乔委会 你们如果真的要执行法令 就请你把我带走 请你把我上铐 遣返回台湾 好吗 我拜托你 我求求你 你就把我遣返回台湾 让这个事情让国际更多人了解 你们不敢吗 为什么 因为你们多行不义 避自毙 你们不敢 那只好怎么样呢 用进各种台面的方式 就整我 那整我没有关系 我大风大浪都见过 可是 你整我17岁的女儿 这件事情 你们要付出严重的代价 且让我娓娓道来 那话说呢 在去年的10月8号 在旧金山湾区有一场旧金山湾区的 中华民国庆祝国庆晚会 这是一个餐会 我印象中是在Santa Clara的附近 Santa Clara County 举行的 那你知道吗 我来了旧金山湾区之后 大大小小的侨借活动 我都会被邀请 邀请我的人呢 都是当地的侨领 有人当过侨务委员 有人是活动的主办人 连万圣节 我都跟大家分享 我还上去唱了一首歌 唱《红婚的故乡》 那我唱歌不好听了 不过就凑活嘛 可是我女儿唱歌还可以嘛 对不对 还可以嘛 好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就说 在去年的10月8号 在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北加州双十国庆晚会 我们受邀是贵宾 真的是贵宾 这件事情啊 绝对不是如乔委会撒谎所说的那样 我们随便乱入 怎么可能嘛 对不对 又不是卡拉OK大会 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啊 我的女儿呢在去年8月份 得到了一个 International Songwriting Competition的 Semi-Final总决赛的入围 我把它的曲子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放过 这件事情我也在节目中分享过 因为这是难得的殊荣 这个International Songwriting Competition 就是国际词曲创作大赛是全世界最大的比赛 里面有很多独立音乐制作人 有很多歌手他们都参加 所以它是一个专业的比赛 结果这个比赛呢在青少年组 我女儿才17岁嘛高中生 她参加这个组她自己创作 这个曲叫做Aprica Orange信陶局 就是我们广告的那个音乐 她自己创作自己填曲自己谱曲自己作词自己唱 高中生啊当然不是很成熟 不过她得到了罕见的殊荣 就是亚洲一共只有7个入围名单 台湾是唯一的一个 另外两个中国大陆的两个哈萨克的 一个香港的一个韩国的吧 反正总之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啊那按理说乔委会应该颁个奖嘛 台湾之光嘛对不对 一个17岁的小女孩替台湾呢 而且你去看哦 她那个她那个入围名单上面 他们写的国家不是中华台北 是台湾这个应该拍拍手嘛 对不对结果没有没有也就算了没有关系嘛 反正乔委会给我颁奖 我也觉得蛮别扭的蛮尴尬的 好问题来了 她没有没有这个颁奖就算了 竟然还霸凌我的女儿 而且霸凌的整整半年 各位听了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 你会不会掉眼泪啊 一个17岁的女孩为台湾争光 被乔委会在旧金山湾区跟在台湾联手霸凌 第二点好现在讲的是金山湾区中华民国 国庆委员会马倩君主委澄清声明稿 这是去年的10月10号 我为什么要翻这个旧账呢 我本来根本不当一回事 因为她最近啊连续霸凌我女儿半年整整半年 一直到3月份还在放言上面再霸凌一次 我觉得死可忍孰不可忍啊 这追杀比尔绝对绝对啊 不会放过这些恶观 好我们来看她说 10月8号晚上国庆晚会 虽然是由本国庆委员会主办 唯承蒙支持我中华民国之侨团踊跃支持任桌 对于适日来访贵宾由各任侨团自行邀请 本委员会于事前查队跟安排各桌座位时 并未有发现有彭文正名字在内 好没有彭文正名字在内 难道我是空降跳进去的吗 我再讲一遍啊 当天还有人邀请我到主桌是被我拒绝了 因为我不想去跟这些人哈啦 那待会我们再来慢慢说看谁说的对吗 对于彭文正跟李金玉突然出现会场 本人感到讶异 他还过来跟我握手呢 请问你你在讶异啥呀 本委员会绝无邀请彭文正先生 以贵宾身份参加国庆晚会 唯因本委员会人员会场 我国政府官员均非执法人员 无法予以驱离跟处置 你驱离看看嘛 你去驱离看看好不好 请旧金山办事处或者乔委会 请你驱离 我真的拜托一下 下次我每个活动都会参加 我会走到你的主桌面前 跟你们一个一个敬酒 请你派人驱离 马上告你妨害自由 我请你驱离 好吧 再来 在国庆晚会邀请前 与会侨领先行用餐跟寒暄 晚会司仪之一的王维 王维曾经担任过侨务委员 邀请彭文正之女 I Isabella彭上台演唱 序于晚宴正式开始 于国庆委员会主任委员致辞 驻旧金山办事处处长致辞 介绍贵宾和切国庆蛋糕 仪式完成后 趁本委员会工作同仁引导舞台前 和切蛋糕贵宾返回座位忙乱之际 未依本委员会所核定的晚会程序 脱稿进行公开介绍彭文正 介绍谁还有你本会规定 你是北韩金正恩的特务吗 今天我到了湾区的每一个地方 不管是以前在台湾同乡会 或者现在台湾同乡联谊会 我从来没有一次不是被人 介绍起来跟大家挥挥手致意的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 我是一个small potato 只是因为我担任过台大新闻研究所所长 我又是知名的公众人物 这是事实 我主持节目快十年了 而且一直都是台湾最受欢迎的争论节目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管是任何一个活动 我每次进去我都坐在角落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 这圣经说的 他说你进入会堂的时候 不要大摇大摆的坐在主桌或中间 免得别人把你请开 你自取其入 他说你应该自己呢 坐定你的位置 如果有人要请你上座 你再去上座 这是圣经教导的 真的 我说过圣经 对于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每一个行为 他都有一个规范跟教导 所以我谨记圣经的教导 我去参加任何的活动 我从来都很低调的坐在后头 可是我常常坐在后头 还是被人发现 被人发现以后呢 就会点我的名字 那当然点了我的名字 我就起来跟大家致志意 马 当然我现在在呃 因为我揭发了台湾的四军统帅诈骗的行为 对很多人来讲那是一个英雄的行为 所以更是受到大家的瞩目 所以当天司仪介绍我的时候 全场热烈的掌声 这我不是吹牛啦 我说的是实话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行为 任何人当司仪大概都会这么做 因为现场来了一个大家都认识的朋友 结果你看这个国庆主任委员 叫做马倩军Vicky朱的 竟然说这叫做趁着慌乱脱稿介绍彭文正 请问你介绍谁还要写稿子吗 要介绍谁还要经委员会核准同意吗 还要写签诚吗 太可笑了 第四个海外侨胞热爱 及支持我们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法治民主国家 彭文正先生应暗受通气 唐游所委屈应循法治国家的程序提出 我想你Vicky朱马倩军主委 你要不就是没看电视 没尝试没知识没看电视 你也不逛夜市 你明明知道我这个案子 我不但视讯出庭 律师也出庭 他剥夺了我的诉讼权 他在全案到了2024年5月20号 全部都会平反的 这些恶官一个个都会去坐牢赔偿的 你明知道这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你还告诉我说我没有按照法治的程序 接下来你的毁谤言辞来了 私心利用我桥界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国宴来谬行个人意图 没有行个人意图怎么翻成英文 这个告你要怎么翻 没关系 咱们有的是宇宙真英学院同学的高人 会帮我的忙 不仅让我桥界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晚会 模糊焦点 也伤害了南湾桥界支持自由民主中华民国的心情 对于这种行为被人给予严重谴责 你再谴责啥呀 我的女儿受邀上去唱一首歌 你不要紧张成这样子 好 那个时候是2022年10月10号 旧金山湾区中华民国国庆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倩君 他在中华民国国庆委员会的官网上 发表了一个诽谤我 伤害17岁的高中生 我的女儿的第一封声明稿 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就忍了 我想说算了算了 他一定是有苦难言嘛 背后一定是有人拿着枪比着他 就你知道吗 他在旧金山湾区国庆委员会的官网上面 脸书上面发表这篇文章之后 底下的留言是怎么留的吗 我中华儿女本来就应该无私包容 融洽融合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并临光我民族促进大同 还有人说这个网站发言是被filtering的 就是被人家过滤过的 另外一个人说当然 好 还有人说当年国父不也是被满清政府追杀 没有国父这个反对者哪里有双十 反领袖无罪 还有人说华侨为革命之母 这些渣渣小事有人在意误听其废 一个口一个犬 还有人说1450来参加了 好 所以你看这个侨胞的反应是奇怪的 人家一个高中小女孩歌唱的也不错 得到了一个大奖 国际词曲创作大赛 中华民国的殊荣 8月份得到10月份热腾腾的 请他来发表一下他的创作 有这么严重一定要这样伤害一个高中的女生吗 要这样伤害吗 那至于他爸爸是不是通缉犯 你们自己心里心知肚明吗 对不对 你们大家都知道 昨天胡文奇不是也说了吗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 这件事情倒是怎么回事 你们这些当喽啰的 你们出来混你们真的要还哪 好 这个事情呢 我被侮辱了一次 我就忍气吞声 圣经上说宽恕他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我讲没关系 透面自干 可是我心里有点不忍 我17岁的女儿何姑呢 上台唱了这一首歌要这样被你伤害 你要不要我检距心理医师的处方 到陪审团面前跟你说个清楚 好 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Co快点购 扫一下